当地时间4月29日,78岁的拜登迎来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百天 自上任以来,这位美国最高龄的总统试图扭转前任的部分政策 重回多边主义,着手应对新冠疫情、移民危机和枪支暴力等问题 拜登多次承诺美国又回来了,将再次领导世界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 拜登上任百日,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 拜登曾在就职演说中承诺 美国人的总统,为了应对美国的疫情 拜登政府推行科学抗议,要求民众戴口罩 提前完成百日内施打一亿剂疫苗的承诺 同时,拜登强烈谴责种族歧视 斥责美国枪支暴力呈流行病 下令停休美墨边境墙,放松移民限制 对此,李海东认为,拜登此举实为去特朗普化 但在其任内估计很难全面实现 拜登任期大概率的,是只能干一件 而这一年,这四年中间,他面临的挑战太多了 美国国内的经济的问题,疫情的问题 族于分裂的问题,决策对立的问题 无所不在,四处弥漫 美国整个国内选举出来这个国家 李海东表示 为了选票,美国两党选择满足自己的选民诉求 而忽视那些不支持自己的选民诉求 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 他认为,拜登虽然已经执政百日 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因为美国现在是分裂的 所以呢,他们的出战政策 只是满足于支持自己的选民的诉求 而不是满足于全体民众的诉求 所有刚才我提到的美国面临的问题 拜登任内绝对不可能解决的 拜登下一届政府之后的下届 也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 这就意味着美国 未来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它许多的外交的规划 不论多么有雄心都会难实现 而内政的许多规划 要变成现实的话 也是相当困难的 美国必须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怪圈子 这个怪圈子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如果不能够恢复经济活力 不能够克服内部分裂 它外国的所有挑战 它最终都会以十倍而高兆